好,清理完了以后 然后对这个根部来进行焊接 我们将采用是低温179度的BOD M51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179度低温铝焊套装 就是这个焊湿加这个注焊剂 来配合在179度的环境下 把铝水箱根部进行焊接 好,来用威油丁 179度套装的那个51焊4 配合这个M51-F的注焊剂 来焊第四根和第五根 这个51它的浓量很低 就跟那个吸焊和铜水线一样 来焊铝水箱 这个就非常安全 就绝对不会把这个水箱扁管 或者根部来搞坏 焊不好也没关系 焊不好也不会把管搞坏 但是呢 这个焊丝就是说 一定要把铝清理得很干净 我们这个再做一次清理 因为它是温度很低 我们可以给点温度 稍微给点温度 加热母体 只要加热主板 主板温度够 这个扁管温度就够了 完全靠母体做传导 用焊丝 这样的焊剂 涂鱼 涂鱼焊接部位 完全靠母体做传导 把这个焊丝给它融化 现在成型了 好 这是第五根啊 第四根了 然后在第五根 然后在第五根 可以连在一起焊 这个就更加简单了 温度很低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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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